立即停止事辦EID 大聲喊口號抵制在明年初 事辦數位身份證 因為個資安全一律未解 新北澎湖退出事辦之後 新竹市也動搖 大家都退出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現在這個事情 並沒有任何專法的保障跟依據 蔡政府推動明年7月 要全面換發數位身份證出現變數 因為就連民進黨執政的新竹市 民政局接到大量民眾陳情抗議 也不挺中央事辦喊咖 那有沒有可能未來礙遇 可能中央的一個壓力還是怎麼樣 可能會不會有這樣的改變 我想我們一定會站在 讓民眾都沒有疑慮的前提之下 否則現在市政府的態度 我們的決定就是暫緩來示範 林志堅的態度堅定 打臉中央的數位身份證 主責單位內政部長徐國勇 更是狂挑針 今年1月刷入小規模 這個我們會再來溝通 好 三個縣市要辦 我們會 這個我們會再來溝通好不好 市長 請坐這間 申請有些跟內政部職會或溝通 這個我們會來溝通 一定要好好的溝通 說明清楚 不必貿然推動 綠營首長槓上中央 數位身份證刮起資安風暴 似乎也在掀起民進黨內的茶壺風暴 記者黃明君成進台北 才不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